法輪蘋果網購收到粗物商品 賣家裝死不回怎麼治 網購收穫好Happy 打開來卻不是自己買的東西 一定會很夥大 讀者遇到了詢問賣家 對方總是逃避 要他聯絡可服信箱 既有興趣的時辰大海 甚至連臉書及私訊都封鎖讀者 現在該怎麼處理呢 印象消保法的第十九條 它的規定 印象的商品 就是在七天之內 賣方基本上可以不遇任何理由 就可以請求說要解除契約 那如果賣方他沒有依照適當的方式去提供 就是解除契約的相關的資訊 其實這個七天是可以延長到 以解約的資訊為止 但是如果超過四個月 就不能夠實行這一個環境 在解除交易之後呢 賣方就應該在十五天之內 可以將戶底收走 並且配管給買方相關的款項 推到接賣方解決契約 可是賣方卻沒有來收走物貨 在他推到兩次之後 賣方其實也應該要把 金銜就是配管給消費者 寶庸蘋果下回見